高效率保障部队顺利过江 部队抵达长江边 可是跨江大桥无法通行 怎么办 近日 江苏省江音市人武部以此为背 组织地方航运力量开展演练 在海市巡逻艇的护航下 两艘轮渡船从寿领任务 开始准备 盗把部队官兵装备运送过江 全程不到一小时 江音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是人武部部长陈鹏介绍说 按照这个思路 他们将保障部队顺利过江 作为一项重要课题 进行研究和演练 专业的是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干 该市人武部依托实力强 信誉好的大型航运企业 边界民兵 力求车间班族与民兵班牌实现一致 解决不了桥或者船的稳 渡河就是一句空话 在边界民兵专业分队的同时 该市人武部还将边兵企业的船舶那边 并以国动委的名义 与边兵企业签订民兵装备器材 预征预处协议 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不仅如该企业管理的气度渡口 不收取军车过江费用 对担负军事运输任务的车辆优先保障 今年9月 江因市国动委为该渡口挂牌 交通战备渡口 江因市素有雍军之前的光荣传统 滋养了一大批企业的国防情怀 该市国动委交通战备办公室主任庙会 告诉笔者 1949年渡江战役中 江因地区的大批船工冒着枪林弹 将解放军官兵运送过江 其中6名船工被授予渡江特等工程 9名船工荣立一等工 驻江因市某部运输保障分队负责人 告诉笔者 通过这次演练 该部与市人五部 参演单位建立起沟通渠道 达到了任任人 任任门 任任路的目的